我叫傑森,來自於江蘇 我是破咖啡的創始人 我現在在安吉已經有了4年的創業經歷了 因為我覺得安吉山清水秀 我覺得這個地方特別適合我們玩生意 是因為我覺得戶外比較野 因為現在年輕人各種的壓力情況之下 大家其實想來這種叢林裡面放鬆一下 想更好的為大家提供一個這樣的場景 我認識了一個朋友,他帶我來的 然後我一眼就看中這個地方 我覺得太神奇了 對,當天因為下著雨 然後整個峽谷裡面,它實際上是飄著霧的 我感覺這個地方感覺給仙境一樣 然後我覺得我一定要來這邊做一個第三空間的這種咖啡館 所以我給它取名叫碰咖啡,綠野仙宗版 我們有一個很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 一定要保持它原有的生態 只是說僅上天花而已 一個進來的客人可以拿一盞這樣的燈籠 然後往裡面走 然後就進入了 瀑布咖啡的綠野仙宗的這個世界裡面 搞探險的咖啡 我們裡面有一個 六米深的一個壇子 然後可以玩跳水 而且這邊的水質也非常非常乾淨 在安基來講的話是非常非常好的水 我從上海過來 工作也會有壓力 來這裡可以放鬆一下冒下大灘 瀑布咖啡我有去過他其他家 我覺得每一家都有不同的風格特色 還是都挺喜歡的 因為以原始生態為主題的 因為我們這邊可以溯溪 然後很多的小朋友或者一些年輕人 他可以待在水裡面 非常的涼快 夏天的時候差不多只有大概18度不到 大家可以在水裡面拍拍照 試吃東西 我們70%的人是來自於上海 年齡層主要是集中在18歲到40歲之間 具體的引流 還是通過我們線上的一些自媒體 客流量的話整起一天的話 大概也就是幾百個人 我最厲害的狀態就是 每個人能在我的這個咖啡館 能找到一種小時候我們光著腳踩泥巴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一直在按照我們的思路走 已經達到90% 我們覺得安吉好地方真是太多了 比起我們去賣這杯咖啡 其實我們更缺有很多的朋友 能陪著我們一起去玩這個東西 能來到安吉 想到大城市的一些新鮮的一些生活方式 把它給帶到安吉 讓安吉這個整個業態 那換安一新 你這換安一新 作詞 觀眾 Gand aplic 作詞